王毅傑在資格賽的成績是14.875 在七位選手裡面是排第三 一個0.7的平衡 是一個哥薩克旋轉 雙棒的高拋平轉兩圈接 精神左右 搖那個 一個轉跳 加一個後軟翻 CT4 有柔韌動作 有小失誤 這個平衡也沒有完成 高拋前卵翻 再接一個前卵翻 糟糕 再一個高拋 接後卵翻 0.7的柔韌動作 他的結尾我覺得很有氣勢 可是在過程當中 感覺有點匆忙 還是小小的失誤去影響到他的心情 夾著資格賽第三名的成績進入到決賽 也許就是壓力 沒錯 但我覺得他今天晚上的決賽 表現得沒有余佩倫好 一開始前半段其實完全都不差 對 因為可能一個小小的失誤 又影響到他整個動作 又看到他在場上 稍微臉色有一點改變 就是這邊 還有這個拋接 拋的位置不夠準確 好 王一傑 決賽的成績是14.025分 那比他在資格賽的成績呢 要明顯的退步 完成分是7.3 藝術分是6.950 那麼難度分呢16.5